2008年发生在加州Chessworth的火车对撞事件 令铁路交通安全成为期待改善的问题 新京南加州六大县的Metrolink通勤列车管理单位 今天宣布将从明年起启用火车自动控制系统 避免因为驾驶员疏忽造成的交通悲剧再度发生 这就是四年前发生在Chessworth的两列火车迎面相撞意外 当时造成25人死亡 135人受伤的悲剧 而事发原因则是载客列车的司机发送手机短讯分心而闯红灯 为了避免这类意外事故再度发生 南加州Metrolink通勤列车管理单位今天宣布 将从明年起启用火车自动控制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positive train control system 火车自动控制系统串联了每辆Metrolink通勤列车和控制中心 在利用GPS定位追踪系统可以在驾驶员没有在该减速或是该停车的时候 自动将列车速度减缓或是刹车 而Metrolink的这项改变则是因应联邦政府在2008年签署的法案 要求全美各大铁路管理单位在2015年之前启用火车自动控制系统 而南加州地区可以说是跑了全美第一名 有了这套所谓的positive train control系统之后 未来南加州的民众在搭乘Metrolink 捷运或是火车旅行的时候 预计也将会更加的安全 18台新闻黄明仪 晨晨 洛杉矶采访报道